咱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新房是怎么验房的 很多时候呢 这种验房其实被称作说明会 这里是锦尼罗山西地区二湾市的一个五房的全新独栋别墅 视频里呢 这个是开发商的验房师 整个房子呢 已经检查过一遍了 所以呢 第二点主要是向客户介绍这栋房子 这里是位于一楼的卧室 它主要是在介绍墙上的这种插座 开关 还有这种烟雾探测器 包括电视 装在哪里 等各项的位置和使用说明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线经纪人Chris Liu 介绍房屋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 现在开发商的验房师 是位于一楼的卫生间里面 这个卫生间呢 是一个权位 并且就是带有浴室的 它现在呢 正在讲这个升光控的开关 并且呢 也可以人工控制和调节不同的亮度 另外呢 厕所也是自动感应抽气的 还有这种缓慢关闭的马桶 这里呢 是位于二楼的洗衣房 我给客户跟开发商争取了 这个洗机烘干机 这个都已经安装完毕了 他现在正在讲 位于洗衣房的这个水盆的细节 包括是用什么材料的 怎么样去清理 等等这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空调的滤网 现在非常容易更换 跟以前老师的不一样 打开之后买一个换上去关掉就好 这里呢 是中央空调的自动控制器 这个你可以用手机来控制 也可以连接其他的智能家居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二楼的主户 这个阳台特别的大 而且这个大推拉门非常的漂亮 这栋房子是一个极品的地块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现在呢去阳台 后面呢是公园 完全的没有遮挡 这个公园呢 现在正在建设当中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景 值得自豪的是 拿这个地块不但没有额外的支出 反而从开发商那里 给客户拿到了七万美元的折扣 我个人来说很喜欢这个房子的设计 因为它总是用这种开阔的大推拉门 或者这种大的玻璃窗 你看卫生间这个采光 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是衣橱也蛮大的 而且卫生间里配备了浴缸和淋浴霜系统 你看这个大的窗多漂亮 咱们再来看这个淋浴的空间 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 咱们现在呢 重新回到一楼 这个是一楼的客厅和厨房 厨房里面所有的电器都配备好了 而且开发商还赠送了这个大冰箱 这个是所有的说明书保修卡 等等的一些附属设施 开发商都放到了这个抽屉里 这个呢 是微波炉 烤箱 咱们现在呢 看这个超大吸力的抽油烟机 并且配备了饭菜保温的这种功能 而且呢 是最新的这种非常易拆洗的设计 基本上拿下来之后 就可以放到水池子里 或者洗碗机里 进行清洗 这个是空调的过滤器 通过换这个滤芯呢 可以实现空调自动制冷水 或制冰的功能 咱们现在呢 来到了车库里 车库的门的控制器 是可以连WiFi的 也是智能的这种控制器 你可以用手机开门 并且配备了这种 Tatless的热水器 就是不是以前那种大罐子的 而是既烧既热型的 并且呢 上下配备了两个水泵 给热水去加压 这个房子呢 配备了太阳能 还有这种 浇水的自动控制器 当你需要坐院子的时候 你只需要连接水管就好了 基础的硬件设施 已经配备齐全了 这个管子呢 是房子的消防水管 跟外面是隔绝的 这个是房子的水的总阀 每一个地方呢 开发商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总的来说 这栋100多万的房子 非常的划算 更多高性价比的房源 欢迎单独来找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